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 欢迎来到读经悟道时间 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 记载在圣经新约 耶和福音第一章 四十三到五十一节 又赤日 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 遇见费利对他说 来跟从我吧 这费利是博赛大人 和安德烈彼得同城 费利找到拿弹业 对他说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 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 我们遇见了 就是耶稣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拿弹业对他说 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费利说你来看 耶稣看见拿弹业来 就指着他说 看啊 这是个真以色列人 他心里没有诡诈 拿弹业对耶稣说 你从哪里知道我呢 耶稣回答说 费利还没有招呼你 你在无花果树底下 我就看见你了 拿弹业说 拉比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耶稣对他说 因为我说 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 你就信吗 你将要看见 比这更大的事 有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 神的食指散去下来 在人子身上了 感谢主 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 记载的是 主耶稣基督 呼召门徒中的两位 就是费利和拿弹业 这个故事非常的有意思 主耶稣基督出来 就遇到了费利 意思对费利说 来跟从我 主只对他说了一个 如果按照言文 希腊文 只说了一个词 我们翻译成中文四个字 来跟从我 主并没有对费利说过多的话 只是呼唤他 来跟从我 这费利 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他立刻跟随耶稣不说 他就去找自己的同乡 这个人 名叫拿弹业 拿弹业 他听到的 费利说 摩西在立法上所写的 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 我们遇见他 就是 耶稣的儿子 拿杀了人 耶稣 这一句话 对于那时候 在追寻等候 迫切期盼弥赛亚 到来的人来说 是很清楚的 谁是摩西立法上所记的 和众先知所预言的 要到来的那一位呢 就是救主 尼赛亚 那一位呢 就是他们的拯救者 那么这样的一个 表明了 费利对我主耶稣基督的认识 主耶稣基督 对费利只发了一个邀请 说了一个词 来跟从我 费利就认识和领受到 主耶稣基督 他就是基督 是拯救者 是弥赛亚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不知道 十个的时间有多少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 他一跟随耶稣 就认识耶稣 可见 我主耶稣基督 他的救恩 他的大人 他清清楚楚的 就显明给 跟随他的费利 那么当然 费利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他能领受和认识 他立刻做什么呢 就去招呼自己的 同乡 同伴 拿弹业 把他自己所领受 所认识的 他立刻的 就与自己的伙伴 自己的同乡 拿弹业分享 他实际上 他并没有 对拿弹业说 你也来跟随 拿撒勒人耶稣吧 但他讲了一个真理 拿撒勒人 耶士的儿子 耶稣 就是摩西立法所记载 和众先子所 一言要到来的 那一位救主 那么这话 是很清楚 很明确的 拿弹业的回应 特别的 直接 他说 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 我们这句话 更多的是表明 拿弹业当时代表的 大多数的人 瞧不起那小三村 拿撒勒那个小三村 也有一身 结晶的人认为 因为拿撒勒 往北去不远的 地方 就是过往的 三人往来的 这一个大陆 所以有 时常有一身 不好的盗贼 继续在拿撒勒周围 那么前往北面的 这些大陆上去 劫杀各样的 过往的客人 所以拿撒勒 没有好名声 这都有可能 不过 最有可能的是 拿弹业说 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 代表了一个说法 拿撒勒是个小三村之外 跟国主耶稣基督 在出来传扬天国 福音之前 他默默无闻有光 拿弹业所说的这句话 从另外一个赤面证明了 主耶稣基督 在离开拿撒勒 在加利利周围 此后又到犹大全地 传扬天国福音 之前 他在拿撒勒 是默默无闻的 他没有行许多 轰轰烈烈烈的神迹 没有死人从死里复活 没有瞎养看见 没有瘸腿得行走 也没有长大麻风的得洁净 在主耶稣基督出来之前 拿撒勒未曾因耶稣基督 住在那里将近二十几到三十年的时间 而出现轰轰烈烈的大事 这一件 我们既遗憾 也我们对我主耶稣基督 更加的要有敬畏的心 遗憾的是什么呢 主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 二十几年 甚至将近三十年 但拿撒勒就是拿撒勒 如当年主出生在玻利恒 玻利恒却未能容纳 欢迎生在那儿的新生亡 圣经竟然用客店满了 这样来表达玻利恒的人 对生在外面 没有房屋 没有一个安稳的 平安的 暖和的船的 为这一位救主准备的 玻利恒 主生在那里 那里却没有欢迎他 他竟然包着布 卧在玛巢里 和拿撒勒也一样 主在那里 在那里二十几年 主没有在那里 那里的人 却拒绝主 主自己也这样 圆圆的直辈那里 所先知在本地本家 都不受欢迎 但是叫我们对主耶稣基督 更敬畏的是 主耶稣基督在出来 床羊福音之前 按照作者老约翰的记载 他行加拿婚宴 是他的第一个神迹 就证明 他在拿撒勒 就是敬他 在世为人子的本分 按照教会的传统 我主耶稣基督 在大概十六十七岁的时候 养父耶稣就过世 所以他承担起 上养自己的母亲 造养自己的弟妹成长 用他的木匠的工作 来养活全家 所以他尽到 为人子的本分 但从拿当业的这句话里面 就表明 主耶稣基督在出来之前 并没有行许多的 轰轰烈烈的大神迹 但我们为什么要敬畏呢 就证明 我们的信仰 不是建立在神迹其事 主耶稣基督 并不是现在的 喜欢炫耀的人 更不像是 某些教派 唯要塑造名流 名目 大有影响的人物 大有影响的 大夸张的礼拜坛 大豪华的四辈 来招引人的注意 没有 我主耶稣基督在拿撒勒 就是木匠 就是人称耶稣的儿子 就是一个拿撒勒的村民 所以拿撒勒说 拿撒勒有什么好的 那时候 博撒大离拿撒勒 没有多言 如果拿撒勒有什么事 岂不传遍加利利 但没有 没有听说过 但同时 也反映出了 拿撒勒这个人的 特别之处 他很率真 他的率真 是一把碾刃的剑 一方面 是他想什么 就说什么 没有顾忌 没有凡贝 他心中所想的 就说出来 直接想 但另外一方面 他也是一把双刃剑 是很杀杀人的 对于主耶稣基督来说 拿撒勒直接对斐利这样讲 如果从世界的角度 是带有藐视的味道 拿撒勒能有什么 小山村 哪里出什么 能够轰轰烈烈的人物和大事吗 但对自己的伙伴 好意来给他告诉好消息 所盼望 所等候的 某其所记载 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 我们遇到了 来给他传好消息的斐利 拿当业显然也很不留情面 菲律是好意 把真理 把福音 把好消息说了 拿当业直接讲 哎呀 拿撒勒能处什么好的 言下之意不单是不信 而且甚至带有不屑一顾的味道 所以话的表达 即表明这个人的直率 如主所说的 他没有诡诈 但这也给我们带来另外的重要的启发 我们应当多多的默想 多多的思考 我们不要误认为 哎呀 我们今天就学没有诡诈的拿当业吧 说什么 就说什么 心里怎么就说什么 不 作者老耶汉记载这个故事 经过几十年 将近六十几年的功夫 当他在诉说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要告诉我们信的人 基督徒 我们可不要因为 一身地方 一身人 一身所谓言有没有好名声 没有轰轰烈烈 没有什么样的大后台大背景 我们就藐视他 不 我们要改变 不要用世界的角度 不要用世界的方法 不要用世界的标准 来简单的 轻易的 下判断 上帝能 能使 原本被人瞧不起的拿撒勒 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 故乡 成为我主耶稣基督 在那里生活 工作 为人子 几十年居住的地方 人看不起 上帝 没有看不起 上帝 就眷顾 那地方 被人称为 没有什么好的 且 只要有 真理 真理的救助 全能的救助 永生的救助 他 就是上帝 祝公 民在 之处 所以我们的言语 要特别的小心 我们今天 甚至教会上 有一些人 错误的教导说 哎呀 我们就做 没有诡诈的人 不是的 我们 不要用世界的偏见 世界的标准 用世人的 所追寻的 所追着的 那一些 来作为我们衡量 判断 甚至下定论的 这样的依据 但这个故事 归根到底 表明了主耶稣基督的 恩典 呼召 主 并没有直接 在拿当业面前 做一件大事 大神级 改变他的想法 所以你不是不信吗 我给你行一个 大神级 没有 我们的信仰 不是建立在 神级的基础上 而是建立在 真理的主自己 主怎么回应他 你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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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 既是当时 主呼召 前面 几位门徒的话 也是 我们基督徒 今天 也要 学习的 你们来看 我们的信仰 不存在 通过辩论 说服别人 证明我们 领受的恩典 是真理 我们也不需要 说用神奇 哇 变一个大神奇 不 来看 来看 来看就明白了 来看 所以我们的生活 有真理 一定是活出 表战出 证明出 基督的美善 来接近真理 来靠近真理 来靠近耶稣 你来看 耶稣 你就得到了 你也来看 也许 你此前 有如拿弹业一样的 是很直率的 甚至有偏见的 不要紧 你来看 我们的主 就是救主 我们的主 就是我们生命之主 所以 主说 人质 你要看见更大的事 就是上帝的食指 在人质身上 散去下来 成为救恩之路 来看 他就是救恩之路 感谢主 让我们每个人 都仰望主 都来看主 感谢主